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施一个规划 但是我拿到一个点是监控管理 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先看第一部分 背景介绍 在讲背景介绍之前 先说一下 简单聊一下同城快递业务的一个特点 所以大家对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 比如五公里内小时级送达 对应的同城快递市场 需求的订单量也就越来越大 比如情人节 教师节 中秋节都会有报单情况 这时候就需要保障服务的稳定性 其中一个点就是今天讲的主题 MQ的稳定性治理 接下来看一下前一前的业务使用消息 对立了一个现状和一些问题 当然现状是业务线所有的核心MQ消息 都是ATMQ 比如订单 骑手 用户等核心数据 和一些非核心业务消息 使用的是卡夫卡 第二个点就是业务topic的使用量 大家能看到这个topic是153个 消费者数量是387个 这些都是需要迁移的 那也就是在 这是我在线上统计的 正在运行的一个数量 那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个点 一个是那个业务感动量会非常大 第二个点是影响业务 也就是影响业务线的一个增长迭代 并且正用研发资源过多 既然再用研发功能量大 那对应的测试功能量更大 毕竟所有场景都需要全部回归一遍 而且这种行为在QA看来 只是不可控的 第三点就是当前线上 actime code是5.15.2的一些痛点 第一点就是线上连接不稳定 偶尔断开在电缆组发生的一个现象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实现的负贷建签策略 那broker冲击的时候对业务是有损的 那第三个呢是消息发生的时候 有时候会超过一秒甚至两秒 那第四个呢就是缺乏监控报警 可运用性差 发生问题的时候 这个后知后觉 监控项力度比较粗 第五个呢就是用过actime code的同学 也就是5.15.2这个这种经验吧 因为它是单机的不是分布式的 那这个时候它不是机群的话 这个问题显而易见 暴露的是很明显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实现了 扣端负贷捐行机制 就是把单点的把它改成了一个分布式的 那最后啊是一个这个性能平静问题 就是当日单量我们一家车的时候 发超过200万单的时候 发现内存磁盘的读写漏的都会飙高 对业务是有隐患的 通过上述的三点啊 业务同学很容易产生一个算是拒绝 或者是排斥感 那这时候他们会问几个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你能保证 欠一道新组件 act-mq那些问题就会消失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忙 没有太多时间大幅度的去改造代码 你业务 业务迭代还忙不过来 哪有时间去配合你做这些事情 相信大家在推进一项工作的时候 或多好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接下来我讲一下我的处理的方式方法 与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那基于上述的点啊 那第二个第二章就是一个进行mq的一个 技术主角的一个选行 先看这个一个对比维度 这里我列的是从中央界自身去分析的这五项 也就是基础项 还有知识功能 可用性可靠性用意能力 然后就是结合业界成熟的mq主角 我实际上出来了这个若克兰mq有4.8版本的 然后IQ兰mq 就当前线上跑的5.1 5.2版本的 还有卡普卡1.1版本的进行了一个对比 我这是列了这五个点 当然还有就是这五点都是都是从这个中央界自身 这个角度来分别 当然还有两个角度 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考虑一下 但是这里我没有洗啊 因为这个篇幅关系 那还有一个是自家公司的一个角度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业务研发伙伴的一个角度 那从自家公司角度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技术成本 比如说公司的技术站 如果全部是家 那选择其他员主角 当前人员是否能获得住 人员怎么备份 那是否很快可以从业务线 提一些业务研发 去来做一些中央界开发 这个问题 比如说还有一些其他点 是这个服务器成本啊 MQ的扩展 后期维护啊 人力成本啊 市场招业的 也就是市场招业的成本嘛 这是从自家公司角度去分析的 那第二个呢 是业务伙伴 是说业务服务改造的难度 难度问题 那是否和当前的服务框架 兼容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个 这两个点 大家也需要去考虑一下 接下来去 着重的去讲一下 中央界层面的一个分析对比 先看一下基础项 这里我列了三款 消息组件的一个成熟度 组件的公司 社区 以及活跃度 API的完备程度 还有这个 实现语言 这个 扣端支持 那基础的七项 整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 ATEMQ活跃度 在国内比其他两款 就差了一些 接着看一下 第二个对比项 功能对比 比如这个 我列了一些 我们经常用的 顺序消息 延时消息 事物消息 顺序消息 包括消息查询 消息失败程式 批量发送 等 那 从我们这些业务 经常会用到的功能来看 RKMQ的优势 是比较明显的 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 可用性 可靠性 以及运用能力 分别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是那个 FAMUS部署 RKMQ是支持的 ATEMQ是不支持的 Kavka支持 但这个 后面要着重的 我去讲一下 选择方式呢 是RKMQ FAMUS 是手动 配置的 它是 所以说 我写的是不支持 但是呢 这个在 4.58秒以后 有个Delete模式 就是 引入了这种 Delete模式 去解决 Block族内的 自动 故障转移问题 那就Delete模式 是支持的 但是再提一下 在4.8.08秒以后 这个市区 对RKMQ Delete模式 进行了一个 算是全面的 一个升级吧 从性能 稳定性 和功能上 做了 做了一个 很多升级 这个 再 找中 去看一下 组成期划 这个 RKMQ FAMUS模式 也是不支持的 那个Delete模式 是支持的 然后 数据可靠性 是都没有问题的 那堆积能力 是RKMQ 卡不上比较好 那ItemQ 是一般的 因为我们在 线上发现 就当一个业务的 topic的 这个堆积数据 过多的时候 那它的broker的 load还有内存 也都会标高 生产者发送超时 进而影响一些业务 最后看一下 运维能力 从服务 扩收容 迁移 服务升级 还有就是 这个 我说的服务中 也是broker 然后这个 管理平台 还有这个 监控暴影平台 其实RKMQ 支持相对比较好 这方面公司 根据其他的 根据公司内部的 一个业务特点 进行二次开发 这个最后一章 我会着重讲一下 公司 我们公司当时 关注的是 运维指标 和一些报警指标 也就是从监控上 从综合上来看 从功能 稳定性 性能 运维能力 以及公司成本 有盐 和办事业性 跟几个方面吧 我们最终选择了 RKMQ 这里多说一下 就是选择一款 中央价 选择项会很多 当然我没有 全部列出来 但我个人认为 我不敢说 不能讲 它是最好的 但是呢 对我们当下 公司来讲 却是最合适的 OK 选行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应该 去聊一下 怎么去制定 签议方案 以及这个 时间的排期 这里啊 这个 其实迁移的话 OK 接下来就是 从 RKMQ 迁移到 RKMQ上来 那主要有 我这里列了 主要有 我工作项 第一个呢 就是 RKMQ 当前使用的 这个业务 看来只有形成的 一个测试范围 以及测试内容 那第二个呢 就是二次 开发的一个 快展方案 那第三个呢 是SDK的 扣端的一个设计 那第四个呢 是这个 平滑 这个 迁移方案 第五个是 任意延时 修议方案 接下来 咱先看第一个 这个 统计 生产者和消费者 那这里是我 从这个线上 倒下来的 一份 这个 topic 那这个事的话 比如说 谁来梳理 这个业务场景呢 这里我 我导出的 每一个topic 都会对应一个 这个 我会先找到 每个topic的 这个 生产者的业务 分别是谁 因为当时定了 规则是 这个 谁生产 谁负责 也就是说 你生产的这个topic 对应了这些消费主 OK 你一定是清楚 它是什么业务的 但是我们是 这么定了一个规则 那 从而呢 就 这个 就把这个 每个topic的消费者 先梳理完成 那紧接着呢 再梳理这个生产者 这个 先看一下 这个消费者业务 都有哪些部分 就是消费者 这个 一个 一个服务的负责人 业务集园名称 还有是否延时 生产者服务名称 生产者topic名称 消费者topic名称 还有这个消费者服务 消费者服务 负责人 业务场景 就是 当前 消费了这一个topic 每一个消费者 消费 甚至说消费主 做了一个什么业务 这里梳理清楚 还有一些迁移状态 上限时间 这是统计消费者 一个业务角度去看的 那第二个呢 是生产者角度去看 生产者的一个服务名称 生产者topic名称 业务场景 还有业务负责人 车子负责人 阿波罗开关 这阿波罗开关呢 是为了 是当时为了 迁移切换 但后边去 详细的去介绍一下 这里 还有这个上限日期 这里为什么说 统计了两份呢 一个是消费者 一个是男子 这个为什么会 会这么设计呢 这里呢 先留一个问题 这个一回讲 这个迁移犯的时候 再详细的去介绍一下 为什么去这么做 OK 因为啊 就是在统计 这个topic业务 它是一个非常耗时的 所以呢 在我这个SDK的这个设计 包括开发完成 都是和这个 他俩是同步进行的 所以刚才先介绍了 这个统计 接下来去看一下 这个评划签议的 一个一个计则方案 在讲计则方案之前 先聊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原则和目标 为什么会提个原则和目标呢 是因为啊 这个在我们第一个章节提了的时候 业务方会提了两个问题 对吧 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你迁移完之后 是否这个问题都能解决 那公司啊 从而定了一个这个目标 一个原则 那么原则呢 是业务研发 改用量要少 不影响正常的业务迭代 那目标呢 是迁移平滑无损 那基于这个原则和目标呢 这个我们就去做了我们一个一个设计方案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总的一个扩展方案 因为啊 那从一个产品 迁移到另外一个啊 中央件产品上面 两款MQ啊 产品会有其差异性 那比如说 ActMQ有任意延时消息能力 但RockMQ没有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二次开发 那二次开发呢 那这个时候是怎么做 OK在业界可能都会有有两种方式 那第一种呢 就在原生的啊 这个产品上就在RockMQ上 直接做 视频度的修改 在Broker上 在Clink端啊 做修改 也就是我第一个 第一个画的图 但是呢 这个 虽然能视线公司内 需要的一个电路画的功能 那以后和市区 开源版本会越走越远 比如说以后如何升级 可能会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OK 再看一下方式二 那方式二呢 是相当于说 在Broker和Clink外围 啊进行或者上层进行封装来实现我们需要的定次化功能 那这个好处也是想要意见的 也相当于我们可以平滑的进行升级 最多呢我们选择这个方式二 因为什么当时这个啊 比如啊 这样升级的话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些 Broker朋友老的版本是4.5版本的 那用了一些小小业务啊 当时是用了原生的扣端 啊 是是就几个 当时几个业务场景 当时是呃 比如他要从4.5升到4.7 解决那个同步复制的延迟优化问题啊 4.8的什么delete模式的全面呃全面提升啊 你像这种的话是其实是有一部分呃困难的 这里再提一下就是有些公司啊 其实还有一个方案三 单阶级就是我列的一个方案一和方案二去结合使用的 OK 那总的扩展方案落定了 接下来就是LDK的一个方案设计 那这个LDK啊 设计 看一下这个图啊 相当于一个进塔分明三层 那从上往下看 第一层呢 是API层对外提供最基本的API能力 所有的访问都必须经过我们提供的一个接口 API就像冰山一角 除了对外的一个简单接口啊 下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升级 呃替换 而不会去破坏它的一个兼容性 就业务开发起来也比较简单 是面箱啊 Topic Group 呃就可以生产和消费 而不用关注说这个呃 我用了哪一个集群 我不用关注我用哪一个中原件产品 呃对于一个基本的通用的功能 那个那个那个呃 中原件产品来说 比如都是发消息收消息 那是没问题的 第二层呢 是通用层这个聚合当前公司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些需求吧 比如说垂石啊 热片根啊 监控啊 还有这个一些配置负载均衡啊等等啊 这里可能还会提一些呃 提供一些SBI机制方面 业务去去实现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 negotiate 的一个场景 这里说一下 我们这个 对还有一个第三点 先说一下第三点 是对应了MQ的一个实现 后期方便 扩展更多的 消息堆裂产品 而不需要更改一个客户端 就是刚才说 说一下 我们当时在使用 MQ的时候 SDK已经具备金塔设计模型 所以在千里的时候 研发的开发功能量就比较少了 那反过来说 我个人认为 在公司内部落地一个 开源产品的时候 对它进行一个合适 一个封装 是更有利于后期的维护 与扩展的 OK 那接下来呢 都聊好了 比如说整体的一个扩展方案 还有的那个 SDK的一个设计 那接下来就是看一下平滑迁移方案 那平滑迁移方案怎么做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其实简单的这个一个词语概括就是单写双读 单写什么意思呢 生产者是要么写 itmq要么写 roclamq 那双读呢 是我一个消费者升级了LDK之后 建立了双向消费通道 我既消费itmq我也消费roclamq OK 那这个顺序是什么样的呢 上线顺序呢就是 先升级消费者 让消费者达到双读的一个能力 OK 那再 然后呢 再上线生产者 让生产者进行一个单写 从A 切换到B 也就是从 Bitmq 切换到roclamq 上来 那这个时候就完成了一个这个业务的迁移 在这里说一下啊 这个我们当前的设计是基于topic升级 而不是基于整个服务的升级 OK 这里讲完了之后看一下具体的一个代码实现啊 这里是就是业务团队 需要的改动点是什么 比如我一个业务 消费者和生产者 我应该怎么改 先看一下消费者 因为消费者先上线嘛 所以说先改消费者 OK 那在社会内容这里面 有一个Mars 逗号 20 看一下黄色的 那这个黄色呢就是 改动的内容 其实这刚才我截的这个图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消费者 那这个消费者其实就是 就是在没有改动前啊 就是通过这种插门啊 这个文件啊 并在诸如此的方式 通过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启动消费者和生产者 而现在啊 大家能看到 历史啊 其实 没有逗号和20 那现在我加了逗号和20 那就代表了 我20 Mars呢是这个actmq 20呢是roqqq OK 那这个时候 就他就完成了 这个双读 就改了一行代码 接下来看一下 盛产者 因为是单写啊 直接从这个 Mars改成20的一个改动 直接去更改上线 然后就完成了一个单写的切换 OK 单写双读讲完了 接下来讲一下任意延时消息落地方案 呃 延时消息啊 是我们一间内这个普遍使用的一个功能 呃 不过roqqqq内置的一个延时消息啊 只能支持几个固定的延时级别 所以我们又开发了单独的一个延时服务 来调度一个一个延时消息 呃 大家看一下这个流程 是我们通过这个生产者 呃 这里引入我们那个ildk之后啊 呃 呃我们ildk内部会把这个消息 如果是任意延时消息 我们会发送到任意延时的topic上去 我们有一个延时topic一个系统级别的 那这时候发到这个broker里面去 我们单独后边这里看第三步 然后起一个延时服务 也许这个服务是呃呃 分布式的可扩展的 呃 然后消费这个延时延时这个topic 啊 啊 然后并且写入本地的这个db 也有locate db 等时间到了之后呢 再呃 发送到原业务的topic上去 从而完成了一次这个呃 任意延时消息的一个消息流转 呃 我们没有直接将这个延时消息发送到这个延时服务里面去 而是更换了一些这个一个一个系统的一个延时topic 啊 以后存入到这个在写入的rockmq的broker里面去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复用现有的一些消息发送接口啊 以及上面的一些所有的快的能力 对于我来说只需要在构造消息的时候啊 额外指定一个延时时间就可以了 那其他用法是不变的啊 当然这就是它的好处嘛 那在这个延时服务中 其实核心它就是一个呃 定认为一个时间轮去解决的这个呃 时间问题 OK 刚才聊了一个所有的一个呃 设计方案 还有这个呃 梳理呃 都完成之后啊 嗯 当然也就进行接下来进行开发 看完了 那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时间中啊 啊 21年4月开始启动 21年5月RDK和扩展开发完成 6月份那是TOPIC的业务梳理完成 也就是从开始启动啊 到梳理啊 梳理了将近啊两个月 在7月份 在7月份 千亿完成啊 这个千亿完成是指啊 呃 将这个啊 建立起了这个双读单写啊 并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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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流量啊 观察了一个月发现这个 这个完全没有流量之后啊 啊 再把那个双读啊 啊 去 大家能能能能能记得的话还记得MAS和20中间把那个MAS给去掉就完事了 相当于啊 双读变成了单读只读这个RMQ 这个时候RMQ啊 既没有写了流量也没有读了流量了 嗯 在半月份就完全RMQ已经就下线啊 整体下线完成之后呢 啊 也是我们这根时间周 时间周期来看啊 对业务也是啊 没有任何这个损失的啊 是无损的啊 当然刚才说的题 7个是零故障 嗯 整体啊 这个时间 安排是这么这么安排的 那从 呃 效果上来看呢 从前一完成 嗯 来看一年之后 发现这个我们线上的那些 呃 刚才列的那些点问题啊 是 呃 都已经不承认了 其实想了一件 因为 RMQ啊 呃 本身它的这个 是是设计的 它是应该也不是面向互联网设计的 就是5.1 5.2 5.1 5.15 啊 X版本 啊 这种纪念版 当然它有一个新版本 啊 这个我们就不过多的去去聊这个东西了 OK 接下来就讲一下这个呃 第四部分 也就是啊 Famous 消息 自理平台的一个呃 监控管理 在这个监控管理啊 嗯 我们平常比如说我们应该关注哪些点啊 这些点我们应该怎么去实施怎么去呃落地啊 我可以主要是接下来讲一下这里啊 嗯 嗯 在Famous 消息平台中啊 有比如说 鸡群啊 主题啊 消息组啊 啊 包括一些鸡群 包括Name Server Broker 其实主要看介绍一下这个RawkenCore的鸡群啊 监控设计 应该考虑哪些方面 我这里画的是有两两个角色吧 一个是运维角色 一个是研发角色 那运维呢 侧重关注鸡群的健康状况 那研发呢 关注呃 Clean的端 生产者 消费者 OK 嗯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展开说一下 呃 就是鸡群监控 那鸡群监控呢 分为四项 呃 现在第一项是 呃 监控节点变化 呃 这个呢 是可以这个呃 定时收集啊 鸡群节点的一个数量 比如若看我们Q的鸡群中有四足四重 当Master的节点数量 小于4的时候 就进行报警 那还有一些大盘展示的使用 那第二点呢 就是呃 鸡群节点可用性 那 那就是分为两个 两个方面吧 一个是可来性 一个是响应时间 那可来性怎么做呢 就定时收集节点 呃 发送检测 收获成功 呃 想想应时间呢 就是定时这个收集节点发送的 那个检查耗时 呃 第三个点呢 就是鸡群写入了TPs 呃 变化 就是定时收集鸡群写入TPs变化 呃 如果说超过我们设定的TPs的这个目标值 那就进行报警 那第四点呢 就是这个呃 鸡群写入TPs变化率啊 就是在特定时间内啊 鸡群写入TPs变化率可以这个计算举例的可以计算五分钟内的这个写入TPs变化率 比如五分钟内 TPs斗争 突增30% 这个时候可能是会有风险的 当然 还有一些 我们又列出来 比如鸡群的日市消息总量的变化 呃 鸡群的一个写入和消费的这个TPs OK 下面看一下这个资源监控 资源监控我列了四个方面 是主题生产者消费主消费者 啊 这四个方面 先看一下这个主题监控 那主题监控呢 我写了这四个是主题写入TPs啊 主题写入TPs变化率 那这个什么理解呢 是例如某一主题一分钟或五分钟啊 内的速率突增30% 这个时候是可能我们需要关注一下的 那主题这个日消息量啊 这个不用说 那死性堆裂监控啊 还有一个是这个 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消费组监控 可以单独的去去去去让业友方去担任配置 消费速率变化 那就是一分钟或五分钟之内 消费速率突然降低了30% 那生产者监控下 那比如说这个发送耗时变化 比如说单节点一个消息发送 在不同时间范围内的一个数据量分布 但是是看这个点 然后发送速率变化 但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还有消那个发送成功失败 一个分布情况 先说一下 还有一个点 就是我没有写 是这个 可能这个有些常用需要关注 比如发送消息体的大小的一个变化 比如我们发消息大小在小于1K的有多少条数据 1K到2K的大于5K的这种数据的一个分布图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需要关注一下 因为当这个消息量 消息体这个太大的时候 其实可能是有些问题 第六 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个消费者监控项 比如这个消费速率变化 消费耗时变化 然后消费成功失败 就是消费成功失败 就是单接点消费成功失败的一个分布情况 以上呢 是分布消息治理平台的一个 加入项的一个 加入管理 一个我们经常关注的一个点 当然了 还有一些topic 消费组 这个后台管理的一个 后台管理 还有自动化审批 一些公寓 由于时间关系 就不单独去讲了 OK 感谢大家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呢 平台